最坏的情况是 珍妮特·耶伦可能会回归哥派立场 撤销加息进程 克里斯托弗 威福 克里斯 本周会影响市场走向的重要事件之一 应该会是耶伦将会在纽约的旌旗俱乐部发表讲话 对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可信度疑问 最近引发议论 有人觉得他们承诺的过多 而旅行的过少 您对此有何开发 市场将会关注明天珍妮特·耶伦的评论 了解其所持的立场 我认为最坏的时期莫过于耶伦回归到哥派立场 消除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会与上周其他美联储高级官员的言论相悖 我认为市场会因此再度产生很多的混乱 反之 如果耶伦肯定了其同事在上周的言论 我觉得这会让美元升值 无疑会提升大家对美联储在第二季度内加息的预期 因此明天的讲话将会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可以想象耶伦女士会对其评论附加条件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其立场是否够鹰派 加息是否会发生等等 我还可以想到她会谈及相关的情况 例如经济趋势等 当然周五即将公布阅读非农数据 如果数据强劲的话 再加上明天 耶伦的讲话能足够强硬 鹰派的话 我认为第二季度将会进行一次加息 基本上这会让美元在本周内升值 本周我们还将看到欧元区公布更多的经济数据 而近段时间的主要担忧因素会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那么您认为即将公布的数据 将能够为近期欧元行的行动进行评估吗 能够改变欧元和欧元区资产基本面的主导驱动力 巨大的担忧 极大的疑问在于 未来该如何对待恐怖主义 如何处理难民危机 当然 此外还有近期德国进行着的地区选举 这个问题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否 就比如说德国 坦率地说 现在人们都已经公开地开始担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职位牢固性 他的权力似乎没有以前那般稳固了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本周 从美联储那里得到一些澄清 消除市场疑虑的话 那么我认为今年又会是美元资产主导的一年 尽管说11月份的总统选举 还将会带来不确定性 但相较来说 是更安全的 市场内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就是日元交易 一些期货市场的投机人士 正持有阶级历史记录高量的做多仓位 此外 本周还有哪些货币值得关注呢 好的 关于日元 的确情况如你所描述的这般热门 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世界变化相当的快 几年前还没有人愿意染指日元交易 该货币也不断地看跌 而鉴于对美国经济形势的关注 对美联储加息与否的疑虑 特别是还有对欧元区经济的担忧 日元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内 引发了做多热潮 因为这看起来是更安全的选项 就如其之前被认为是安全货币那般 至于其他货币 毫无疑问 看看诸如俄罗斯等原油生产国的情况 我认为以美元计价 有所回涨的大宗商品价格本周会发生变化 特别是在仍然不景气的数据 以及高供应量的背景下 原油价格可能会恢复下跌 未来的一到两周时间里 跌幅很有可能会达到百分之十 而这无疑会打击到大宗商品相关的产国的货币 比如说俄罗斯卢布 努威克朗 还有巴西雷亚尔都会受此影响而贬值 在我看来 商品价格在短期内走低的可能性 要比上涨更高 投资者会更看好美元价值坚挺 或者会去寻找所谓的安全投资选项 如果在明天 詹尼特耶伦的演讲之后 美联储的态度依然是模糊不清 就会继续加大市场的不确定性 同样欧元区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这样交易者们会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投资志愿 以及其他一些更有独立性的安全货币 比如说瑞郎这种特殊货币 但很遗憾 我认为投资者们应该不会去考虑投资英镑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现在处在最具不确定性国家的名单之中 最令人不确定的会是英国退欧公投 这也会是导致英镑未来贬值的重要基本面事件 今年6月份就将举行退出欧盟的公投 众多不确定性的聚集 使得投资者们失望地发现 没有很多可以投资可靠的选项 特别是对于持有大量投资资本的交易者 我认为如果美联储能够在本周展示出清晰的 一致性的鹰派立场 英镑无疑会看跌 我们会看到大量资金会流去美国 而如果美联储方面不确定性增加 我认为黄金、贵金属投资更有可能会受益 还有其他一两种传统意义上的避险货币 比如说锐郎、日元 也有可能会继续吸引投资者 原因很简单 目前该货币的不确定性 相较于其他主要货币要小 克里斯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可能影响货币走势的市场事件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